是的 击打中午大臣拿杜斯里沙努西发表击打拥有槟城主权的言论 引起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和宾州民众的不满 今天一起到威中县警局报案 要求警方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开档调查沙努西的煽动言论 林冠英炮轰沙努西不惜发表野蛮的言论 显示对方已经罔顾法律基础 因此宾州人民必须挺身谴责 共同捍卫宾州主权 所以我们是堂堂正正有在合法性的有主权的州属 不能够被质疑也不能够被挑起 可是现在他连准备修改宪法来灭掉宾州 证明他已经没有法律基础 我觉得他言论最不当的地方是他没有看回他的 就是这个宪法的social contract 就是企业精神 所以他应该看回当时候的企业精神 他应该尊重这个企业精神 因为企业精神不只是说明说 这个我们的这个州的主权而已 他还是包括说其他的 就是这个人民的主权之类的东西 林冠英认为沙努西的狂言 不过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六州选举 博取廉价的政治宣传 他进一步说明宾州早在1985年就和吉打同意签署修改边界 有关法案较后分别获得国会及统治者理事会通过 是宪法上拥有合法主权的州数不容置疑 也是职业律师的报案人冯俊杰则指出 沙努西的违宪言论足以构成伤害及刑事罪 可以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下被控 也就是不当使用网络设施和服务 9000元 13000元 14000元 清洁 清洁 词 清洁 词